女儿遭到性骚扰 身为柔树黑带的老爸会怎么做呢 今天知名柔树战队 Gracy Barr教练克里斯托弗 就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这天 一名暴露狂竟然在克里斯托弗的家门口 对他19岁的女儿展示下体 在这之前 他还对一位72岁高龄的老人动手 随后克里斯托弗找到了这位行为变态的男子 并提出想要和平解决问题 没想到对方不仅不愿意 还主动动起手来 起初女儿怕老爸年纪大吃亏 语气略带祈求的希望父亲跟他回家 但真正动起手来后 克里斯托弗轻轻松松就做了一个 类似于柔道里巴头摔法 直接将暴露狂摔倒 暴露狂想要凭借蛮力起身 而经验老道的克里斯托弗 紧接着一个典型的巴西柔树带摔 再次将暴露狂摁倒在地上 这次克里斯托弗拿到了侧压位置 暴露狂这时候仍旧想要蛮力起身 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克里斯托弗看着满是破绽的暴露狂 直接变换到其成位 这时候暴露狂似乎才意识到 自己招惹了什么人 而此时在录像的女儿也不断骄傲地表示 这是我的父亲 这就是我的父亲 但即使如此 这位父亲也没有对暴露狂出一拳 他完全可以痛揍暴露狂 让这个骚扰自己女儿的坏人 尝点苦头 而一旦出拳 就意味着事情只会往更糟糕的一面发展 让对方冷静下来 解决问题才是他的本意 健身的人常说 健身是为了让SB 就说SB别说傻逼 扪心平气和地和你讲道理 这句话也是用在格斗领域 练权是为了让SB能好好给你说话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